讲两个很有趣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有些朋友听过 现在有新发展,所以就有第二个故事了 你想不想听呢?比较一下,很有趣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十年前有多 阿长哥就带了几位我们的团队 去了内地一个地方去修行闭关 那天就买了一个,大家说是很高颈鹤 在沙滩那里,就有椰青卖 于是买一买,买个盈青,很便宜,买两个 那就是海南岛的椰青来的 谁知我们一开,就发现都不好喝的 又苦又稠,没味的,很后悔 忽然有一位拍档就说,我们和他做手疗了 我们常常教人做手疗,为何自己不做呢? 于是我们四个人八只手,就是按住椰青 就是引进一些光,送一些能力进去 那就是讲都不信呢 就是我们做完之后,做了一分钟,两分钟 再喝就是已经相当甜了,很好喝了 第二个椰青又是这样的 这个就在十年前又多了,前几天就发生这样 我们首疗科第一班,即是第一堂 收了一位历来长的教,首疗教了三十年 这位是最年轻的小朋友,这个男生只有十岁 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上堂 他真是神童,到当时我已经有点感觉了 那天上完堂,回家他爸爸分享了这件事 他说我们买了一个台湾很有名的柚子 结果味道平平无奇 于是我太太灵机一触,叫儿子买来买来买来 和柚子做手疗 做完之后,哇,真是甜了 太太就问儿子,你怎么办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我都没有怎么做手疗 我只是唱了灵极限章 我都没有想过送什么光下去,这样就成功了 这位小朋友真的很厉害,还经过我们 他连正正当当的手疗程序都没有做到 只是念了灵极限的四句话,唱一下就成功了 那我们手疗课程,回家都要做这些这样的练习 还有做实验,有很多实习要求的,很好玩 我很感恩,这个课程不断地开,吸引到越来越多 生命去到这个转化的关口的朋友 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进步,一个一个觉悟 还有发挥到自己的能力 现在我们将这些爱传出去,这样就真是很好 好,如果你喜欢跟我们玩手疗,随时可以来陆野林 我们有很多安排,你上读,你接受疗语,或者看语都可以 好,多谢你收看,你打我陆野林的电话就找到我们了 34282416,好,谢谢,拜拜